大家好,又到卓游港,讲卓游的时间了 你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Villiam 你好,又是我只有八声的KHR 你好,我又是part time的主持人阿甘 你说要改什么做finance finance 下次有什么身份 好了,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会讲玩一次的Bot Game 玩一次的Bot Game 或者先介定什么是玩一次的Bot Game 其实你看到桌面上高 那些游戏就是玩完,你很难再玩一次的游戏 对啊,很难再玩一次 对,很难再玩一次 对啊,我也准备了 对啊,很难再玩一次 你准备了什么游戏啊? 很难再玩一次,不是说不想再玩一次 是这些吗? 对啊,那我手放你 你先收起这些游戏 对啊,留意啊 不是说这游戏好不好玩 而令到你不再玩的 对啊,我们是说这游戏是不能够再玩的 对啊,例如会穿了一些故事啊 哦哦 就是个故事穿了 对啊,或者是太烧了 令到你不再玩的 都不是那些 对啊,不是那些 就是这样的 对啊,又或者那副游戏会破坏了 对啊 那副游戏的 对啊,那或者我们简单介绍吧 William,你不如说一下 好,那我不如说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有拍Top10也有介绍过的 一只就是Time Stories 那这只玩一次的地方 最有什么呢?就是它穿了一个招式 其实你就不可以再玩了 但是呢,另外这一只Pandemic Legacy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很Hit 它的玩一次是什么呢?就是真的会破坏的游戏 它的卡会灭啦,会在Bord上贴纸啦 那个人死了会没了一张character sheet 那这个呢,玩一次就是穿完桥 其实呢,你可以和朋友再玩 是不允论游戏性的 但是这只玩一次,你真的很难再玩的了 那这就叫破坏性 或者我自己会说,叫永久破坏 永久破坏啊 其实还有C4啦 C4都是这个 C4都是的 它有,就是两个都是同一作者啦 那其实都讲一讲为什么会拍这一段片啦 那其实就是因为近年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Top10的时候都有说的 近年越来越多公司向这个方向出游戏 譬如最新的 譬如这个LL的公司出了一只叫做 这个什么 Mac vs Minions 是的,那只游戏 都是一个Legacy类型的游戏 那不过它那一副呢 就是因为它不会破坏那个游戏的 本身 所以变成了我们不会列入玩一次的游戏啦 那或者我们大家讲一讲 你对于这类型的游戏会是怎样呢 或者VLAM先说吧 好,那其实我自己呢 留意到一个趋势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呢 我会说美色啦 其实越来越多这一类型的游戏 那我开始在想呢 我就觉得其中一样东西呢 就是 比如美色呢 你强一点一个游戏的体验 就是为什么要谈一个游戏 那我们之前呢 玩M vs M的时候 有说过一个 游戏的高潮问题 是的 那譬如这一类 这一类Legacy的类型 或者是 即是叫做游戏 其实呢 就有一种 我想独特呢 就是它带到那种高潮的力量 就是好像 譬如Panema Legacy 每个月 有不同的剧情 没有穿轿 是的 每个月不同的剧情 那你会慢慢feel到那种 那些事件好像在升温 变化 好像在看连续剧 那其实Time Stories呢 都有一些类似的 就是如果你玩 比如说要穿车几次 就慢慢会feel到多些东西 没错 那阿甘呢 其实我觉得是带了一个新气象 去这个Bord Game界 因为其实过往那几年 就开始玩是 玩机制 玩那种 就是Europe Game主导的 那现在这些呢 就好像William说的 就变成了好像 尾声是故事向 就是其实 若果你可能看回某一集 Sunshine 说过 以前呢 是玩开故事性的 接着又去到某个时代 是玩回 就是玩Europe Game 现在又去回 故事性的时代了 那他呢 出这些是 类似是帮了 因为以前玩开故事性的 是好在乎有一个人做host的 那可能自由度很大的 那可能现在 可能别人很多娱乐的好性 没有什么时间去预备 那这些的package呢 就刚刚正正就帮到我们 是甚至没有game master 都可以玩到的游戏 而那个game是不断的改进 那timestory是其中一个 但是Legacy是另一个新的突破 就是他每个故事 有故事之外呢 的rules呢 是会再尽快吸引你 哦 这game玩很多次都不换的 就是以前可能这样的 注合Legacy 就是本身pandemic 之前是一种正常game来的 我使用了 就是正常的rules game 但是我玩下去的时候 是因为我有点 randomness 使用了想继续挑战 可不可以成功 但是Legacy就完全不同了 直接说玩下去 哇 这个rules会转 那么越来越投入 哇 局面是会不同的 是的 是可以重玩的 本身 但是因为破坏性 就是玩不到的 是的 OK 那其实你问我 我会对这些游戏的 其实我本身一开始 譬如你说Time Story也好 Pandemic Legacy也好 其实我自己反而会想 一样东西就是 譬如我买完这game 我不可以重玩这一样东西 会不会是一个缺点来呢 但是其实出了几只啦 自己玩完啦 其实我都会这样想的 其实不会的 因为你想回真是 你自己买一副boardgame回来 可以重玩的次数呢 其实不会真的很多 当然一点很经典 对啦 譬如你经典的eurogame 可能你玩十次八次 甚至玩二十次三十次都不足够 但是其实很多boardgame回来 可能你玩四五次呢 其实那个热情已经减退了 你都没有那个动力 会不断重玩 或者没有时间 但这类型反而就不同了 这两个游戏是逼你继续玩的 还有那种逼不是说 令到你不开心 而是你是很想 就像追劲那种的心态 去继续玩下去 反而其实我反过来 就是我会计算 譬如一副game 我买几百元 我可能以前玩四五次玩完 我除了一次 那个价值可能是 玩一次是六七十元 但是这些 譬如Pandemic Legacy 是玩了差不多二十次的 那你除了回来 其实可能到最后还便宜 就是相对于以前那般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体验 是难忘的 就是你会很印象深刻 Pandemic Legacy 整个故事是怎样的 又或者Time Story 你很深刻 你给他满一锅金的 那种的感觉 是很强的 就是到现在这一刻都还记住 我觉得这一样东西是 就是用钱买不到 就是以前是没有这种体验 就是我譬如我当我玩一副 TN或者玩一副Archecola 我输得很金 但我不会有那种感觉是 那么难忘 那么我觉得 如果以一种体验来说 我觉得那个价值是值得的 其实那个 我反而那个重点 是转移了的 以前的Europe Game 我要回覆桌 是因为我要对手的问题 是 想或者挑战自己再高点分 而这个其实呢 所有这些Game 其实最在重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体验 还有一个故事 故事 好像看电影 我也是用那个例子 就是你好像看一场电影 是的 好像打爆机那样 那种快感 是的 还有其中一样东西 为什么Pandemic Legacy 或者虽然Time Story 都是故事很强 但是Pandemic Legacy 其中一个突破呢 就是它是一个Euro Game 但是它给到你一种 就是叫美式游戏才有的 那种故事性 是的 那我都觉得这种叫做Legacy System 其实我不知道 就是将来会不会来 都会继续转化 其他的Euro Game 有一些 就是可能 就是都是纯粹 可能以前玩策略 或者比如这类合作 这样的合作 去到变成一些 有故事性的策略游戏呢 是不是 这个都是我 其实都是 Villium 都带出我第二个 就是想去大家讨论一下 其实你刚刚说的东西 其实是在发生着的 就是譬如 你现在桌面上 也看到那些Legacy游戏 甚至近期都颇震撼的 就是连Dead Game Net Runner 都说会出一些 类似Legacy的方向 就是说每个定期会出一个包 然后你就要用你自己砌的Dead 去打它那个故事 又或者譬如FFG 刚刚出了 这个Cahulu 那个叫做 Eckham Horror Eckham Horror 的LCG 那这些这样的游戏 都是在卖一个体验 就是说故事 你用合作也好 或者大家去斗也好 去完成那个故事 而当你完成了之后 重玩性 它反而不会太过去看 就是我觉得这个 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向 其实是一个坑 当然一个坑 发展商就让你不断买expansion 对啊 让你不断要去追 譬如Time Story 老实说你都停不了 你还是会继续去看 那你们觉得呢 就是你觉得这个方向 是不是一个好 就是你或者你猜 你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好的出board game的方向 就是你可能觉得它很坑钱的 又或者你可能觉得 不是啊 这个感觉很棒 你们会觉得怎么看 阿甘哥 其实是好的 其实 但是呢 我就不希望它成为一个新主导 就是我只不过是多样选择 给我们玩的 因为本身始终 我玩开board game 都始终是 真的喜欢那种策略性 或者沟通 就是最着重这两样东西 或者加上体验 但是如果之后 board game 全部都是这样的 就麻烦了 因为其实港股仔性 出game要出得好 或者有策略性 真的不是每个都能做到的 是的 这几个都是表表者 这几个都是表表者 所以 所以它在BGG那里 是升得很快 一定有它的原因 是的 但是Time Story的技术 就是communication 以及港股仔的投入性 但是那种技术上 都是假设的 是的 那 或者讲流了 Sharelock Holmes 那样东西 其实 都有少少少考虑你 但是我觉得 偏向有少少阅读文字那方面强一点 但是就 你说策略性呢 就轻轻没有了 就变成了有少少 awade from 我本身想玩board game 那种想用一下路 那个process OK 不过我都很难想象 Wicola 是可以玩到Legacy 真的不知道怎么玩 即是玩几代 都不是的 几代龙家 你真的担开不了 老实说 譬如Legacy 其实我只会这样看 都趁我说完 其实我都赞成 阿金 如果你纯粹是出一个新故事 跟着就是一个expansion 那跟着要你去买 跟着去经历故事 这种形式 我觉得time story够了 如果你再有其他的 其实我会回到 之前也有说过 为什么我会选 pandemic legacy 而不选time story 有没有top ten的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time story 其实是在做一个RPG的 但是他就将它 令到不用GM 还有令到你不需要 要有一个预备的时间 如果你市面上 有太多这类型的游戏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至于你说 譬如刚才我们有说的 譬如Akohola的LCG 又或者Leg runner那些 那类型的 我想先试了 看看他出来的感觉是怎样 纯粹是玩故事 还是他真的好像pandemic legacy 是出的过程里面 在书上有一个转变 如果是这样的 我会支持 但是如果纯粹是 给一些新故事 就是掩抹手 不让你知道故事做什么 就是卖那份惊喜 我觉得太多 就不是不好 那William呢 嗯 其实我自己都同意 就是 譬如当你有故事性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没有了一样东西 就是个策略性 是 因为始终你 就是你要故事性 其实就有一种叫做 就是讲故事的空间 是 譬如刚才也很明显 譬如你Time Story 真的是 即我总是你越像RPG 变回来说 它就越不是一个strategy game 是 那所以其实 究竟EURO 就是除了Pandemic legacy 可以叫做 那么成功地 去将一个EURO game 游合到之外 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 可能性 就是做到呢 其实我都是打一个问号 是的 那还有呢 就是我都 认同一样东西 就是 譬如 如果我玩 Time Story 玩到这样 那其实为什么我不直接去玩 就是TRPG 那类的 就是游戏呢 那这个是提供一个很好的门栏 那可能有兴趣 继续 很ok的 但是若果 继续都是用这种形式 而因为感而 enjoy 就是说 我喜欢玩TRPG 这样就 叮叮了 是 ok 那你们两个都 就是你们两个刚才 带出了那件事 就是说 未来如果再推出这类型的东西 都要看它的方向 是 反过来这么说 如果给你 你去怎么去决定 一只 这些这样 譬如我说玩一次游戏 或者叫做 Legacy 类型的游戏 你怎么才会去买呢 就是怎么去买 或者怎么会不买呢 因为其实很重要的 你玩一次就没有了 你怎么去决定 慢买这个 或者你会有什么的 标准 去定这件事 或者我先说 我自己会看 我就会觉得 有几个东西 譬如 你看到摆褲子在这里 你看到还没拆 其实都要讲一讲 虽然 它是Pandemic Legacy 作者出的游戏 但是 暂时 我没玩 我还没玩 暂时对它的评价 那些人对它的评价 都是忠性 甚至是不好的 失望多的 原因就是因为 游戏有Legas的味道 但是本身游戏的 Core的机制 上高是乏味的 那些人所说 不是一只 现在这个年代应该有的 Explorer的游戏 如果你问我 我再去买这类型的游戏 我会真的看回 游戏的基本机制 如果基本机制 是不够扎实的 我觉得就算它的故事 多么惊天地一鬼神 我也是觉得 Time Story 是一个极限 如果你说 再出一副 完全不知道 机制是什么的 然后它的故事 是找一个很有名的 去写RPG故事的人 去写的 我都未必会买 所以我可能 这类型的游戏 都很适合 可能出完评价 真的好了 才进入 就不会重蹈这个幅切 我想其中这件事有很困难 也是Legas的问题 就是 太少评价 你出的 肯定会剧透 是 因为你出的会剧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如果玩完 知道整个整个图片 其实是需要时间 所以评论一定是 很厚 很厚 是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那个 其中一样就是 为什么 譬如 刚才你说的 C4 C4 好像叫 今次叫做 组一伏 未知的 未知的 都可能是正的 是的 但是 都叫了未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游泰泰的机会 不要选 我很害怕 我很想试 我想说 因为我很喜欢这些海战 会开的 反正海盗王还没开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但是 所以 譬如你说 究竟将来 是不是可以很谨慎 其实我都 我觉得有待商榷 因为 实在太困难了 就是做这类 就好像 譬如我 我来 就是我 在写一篇文 就是 M with M那篇 是的 是的 那我也想过 究竟这样写 行不行的呢 就是玩了两关 你又去 可能几关 就是comment 就是game 这样 是的 嗯 是的 那阿甘呢 阿甘你呢 呃 其实 我选 game 如果in case 要买的话 那 其实一定要看到 机制先的 或者其实 反正都是玩 我们有这么多game 叫做 很多新出的game 我不再 就是我 没有所谓等到 真的出review 或者看人评价 才再买 仔路已经像这一只 我买的game 不用先走到最前线 是的 有kx走到最前线 会啦 这次太伤我心了 而且说真的 玩完这些game 一定要有铁脚 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的 没有铁脚 基本上你好像 玩玩一下 突然一个partner 转了人 那样 就好像 那个沟通 好像是 是怪怪的 是的 你也highlight了一个重点 就是铁脚 是的 我也觉得这类型游戏 都带出一个问题 你要找到一帮人去玩一种 即是一副这些游戏 要比每一副game 要不要玩 是的 例如pandemic 那时候 每个人问我 直接问我 你第一件事 你有没有四个人陪你 先玩一只game 20次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用想 多好玩也不关你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是的 还有那些人 喜不喜欢玩pandemic 因为有些人是不喜欢玩pandemic 我反而觉得未必 因为我本身 我其实真的不喜欢玩pandemic 我也不喜欢 是的 但是我不喜欢的情况下 我都玩完了 我对整个game是改观的 我觉得它是厉害的 所以你看看我之前 这个game未出之前 甚至说它出了 一开始标得很厉害 标得上第一 我是不认同的 直到我玩完了 玩完我就觉得我明白 它为什么会上得到 因为它是令到个人改变 就是对于这个game的游戏 所以你刚才说得对 Archicola如果出Legacy的话 都是一件事 当然啦 Email给玫瑰山 是 问点啦 玫瑰山说 玫瑰山他自不出 你又说到一个系列 I am planning 这样就大件事了 那怎么说呢 或者我们简单总结 刚才也说了 如果将来再有Negas游戏 第一是没有机制 第二就是要看review才去买 第三就是先问自己 有没有铁脚 是的 我想都是未来玩Bot Game 都挺重要的 如果再这样走 或者这个路向 是的 铁脚群越来越重要 是的 越来越重要 铁脚 铁脚真的很重要 铁脚战士 是的 怎么样 两位有没有 总之铁脚战士 什么铁脚 很难 OK 总击铁脚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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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剪掉了 Legacy 铁脚Legacy 这个part time 再这样搞难的 就是要剪掉 减薦工 OK 那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 或者告诫买Legacy Game的人 如果补充 我仍然觉得 一种要破坏游戏的Legacy 对铁脚的要求 和这一类有点不同 因为我觉得 比如Time Story 其实你 如果你知道 那个故事 可以玩三次 可能算是三次 但是这一类就真的要 20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Time Story的门楼 其实比Pandemic Legacy 低一点的一个原因 这个可能大家可以留意 譬如如果你真的 是想试这一类型的游戏 可能由这些 就是叫做门楼没那么高 游戏性又强一点的 这个二手容易买 是的 这些故事 都是二手容易买 是的 所以都是一个挺好的 那今集就这么多了 看看将来会不会有更多新的 那我们可以再说 好了 来这一类 希望吧 会玩吧 玩完我们就出个review 希望吧 希望不要太失望了 不要紧 海盗 又来 好了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